约翰正带着一家人从海滩访回城市 可相比孩子们的轻松和快乐 夫妻俩的神情却有些凝重 此时入城的高速上车辆正在缓缓前进 从电影中可以看出 诺大的城市只有一条进城高速 而在最后的关口 还要经过一条2000多米长的隧道 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隧道 而是一条死亡之路 在未来 美国人口过剩经议会讨论决定 在进入城市的地方建立了一条隧道 事实无其事随机性人口削减 每周随机关闭10次隧道 每次会消灭700辆车上的所有人类 这也是美国限制人口的重要举措 残忍而有冷酷 厚重的闸门一旦关闭 就会释放出某种毒气 几分钟内把人类腐蚀成液体 然后清理干净 这个过程只需要短短的15分钟 很快约翰一家驶入隧道 夫妻俩的内心更加焦虑 孩子们可能不太明白会发生什么 其中的男孩还在和隔壁车上的小美女聊天 夫妻俩故作青春的开着玩笑 但唯恐下一刻铁门落下 旧宅车辆即将驶出隧道的一刻 前面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约翰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幸亏人工智能判断 汽车借到超车而出 旧宅汽车驶出隧道的一刻 闸门突然关闭了 原本和他们并行的小美女一家 折落后一个车位溜在了隧道里 这三五米的差距 一到铁门的主隔 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约翰一家终于松了一口气 劫后余生般的互相拥抱 气温还致 虽然这一次幸运躲过了 但下一次呢 这就像一场永不停息的俄罗斯轮盘 当它指向你 就意味着死亡 其实从电影里真的很不明白 既然这么危险 为什么还要出去旅游 在家里窝着 在城市里逛逛不好吗 还有这个所谓的死亡隧道 真的是完全公平的吗 再随机的东西 也会由人来控制 富豪 权贵 义员 政要 他们会拿自己的生命 去和普通民众一起赌运气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点赞关注